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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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到這個旅行車 他的這個開創的始祖 可以說就是Volvo 那他最早呢 在這個1953年 推出了這台Duet 這台旅行車 那我們看這個外型呢 其實 我們會覺得說 好像有點像那個貨車的感覺 那當然其實這台車呢 他的這個開創的這個用意 在於說 其實瑞典人 他們真的蠻重視生活 那再來呢 到了大概1970年代 Volvo推出了這台 1800ES這台車 那這台車他最大的特點 就是可以看到他這個後面 這個後窗 他其實你要說他是後窗 也對 也可以說他是 就是這種旅行車的這個後尾門 也是可以的 那他這個門呢 他其實也是一個相當經典的設計 那我覺得說他這個 像我們有時候看到 這幾年一些旅行車 他會推出所謂這種 shooting brake這種車型 對 就是那種比較流線 比較跑格這種旅行車 那其實在1800ES 他也可以說是這種 shooting brake車型的這種 就是創始始祖之一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這種90年代 Volvo推出了這個850的旅行車 那尤其他其實在這個1994年的時候 當時Volvo跟有一個車隊叫做TWR車隊 那去參加這個英國房車賽 BTCC 我們說房車賽 可是這明明是旅行車 怎麼參加房車賽呢 其實那時候Volvo就是他為了要 力推850旅行車這一台車型 所以說他就等於說想出一個騎招 就是我派出旅行車來去參加 都是房車的這個賽事 那當然他這個騎招其實奏效了 雖然說因為這個850旅行車 他就是因為旅行車 他的車體比較重 而且比較大 那你說跟這些房車 就是在同場競爭來說 其實會比較吃虧 甚至TWR的其中一位車手 他甚至還說 如果說當初他簽約的時候 知道說TWR車隊 要用這個旅行車來參賽 他可能就不簽約了 為什麼 因為他想說大家都開房車 我開旅行車上場比賽 這我一開始就吃虧 就是沒有什麼贏面的感覺 對 可是也是因為如此 他這台850旅行車的賽車 博得了很多這種媒體的版面 因為大家覺得說 這個車子在賽車場上 是一個很新奇的 就是很搶戲的一個舉動 所以其實大家講到旅行車 也許可能會想到雙B 可能會想到奧迪 不過真正可以說是旅行車的專家 應該可以說是Volvo 那但是如果Volvo的旅行車 對上了雙B的旅行車的話 它有贏面嗎 其實Volvo這品牌 它對標的這個競爭品牌 一定就是雙B 賓士跟BMW 那今天來到現場的V60 它對標的這個競品的車款 一定就是C-Class的Estat 還有三系列的Turing 那我們從這個螢幕上表上面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這個V60 它有四種車型 它是相較於其他兩款車 它選擇是比較多樣的 簡單講選擇比較多樣的話 基本上你比較容易選擇到 符合你需求的車款 我覺得這是一個小特點 再來就是它入門版 是這個Plus B4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表 它價格入手價只要一百九十四萬 相較於其他兩款 比如C200的Avangar 只要兩百四十萬 然後320i的Turing要兩百五十三萬 車價大概差了 大概將近四五十萬 這個是很大的一個價差 一個落差 對 坦白講我覺得現實狀況就是 當我選擇入門車款的時候 我覺得這很正常的情況 基本上這個價格 會是一個比較大的考量點 那當我有辦法把車價壓在 兩百萬以內 而且甚至我比起對手便宜了 將近四分之一的車價的時候 然後我給的這個 比如Vovo像一直以來很強調的 主被動安全 比如新一代的Google的車載系統 我都一樣完全給你 我動力系統也沒有縮水 然後我也包含的是 8V的微油電 我在市區在代車的時候 相對是比較節能的 我這個帳面上規格給你 都是一樣的時候 想當然這個入手價 比較便宜這件事情 就會比較香 我覺得這是一個最大的特點 再來進階一點 中階車款的Atman B5 那當然它的動力也比較好 然後再來還有最大的亮點 我覺得相較於對手C200運動版 跟330i2的話 它是三台車裡面 唯一有四輪傳動 我覺得這在十多年前 大家可能對四輪傳動這件事情 它比較接受度比較高 覺得為什麼要多花點車價 買四輪傳動 這個車重可能比較高 油耗可能比較差一點點 但是隨著科技的進步 這四輪傳動在現在來講 其實它真的會增加多少油耗嗎 會增加多少車重嗎 真的不盡然 再來就是四輪傳動很顯然的 在這個比較濕滑路面 或在操控上面 真的能夠提供比較好的 操控性的穩定度 那我覺得這也是相較於 其他兩台競品 它是最大最大的賣點 就是我車價一樣比較便宜 它是234萬 然後其他C200要254萬 330i要303萬 我一樣比較便宜 可是我給你一個 別人都沒有的四輪傳動 這也是第二階車款 一個很大的賣點 再來最大賣點 每個都賣點 四個車型我覺得都是賣點 再來就是今天我們來到現場 這台這個 Recharge Plus T8 239萬 最大賣點是什麼 動力 455匹 很猛耶 現在聽到300匹 你都會覺得 開始興奮了 沒有這台車直接給你455匹 然後扭力有破超過70 72.3kgm 這真的是超跑等級的 扭力的一個表現 然後剛剛大維哥有介紹到 它續航力最多可以到88公里 代表的你平常上下班 基本上可以用純電在行駛 可是它有強勁的動力 你假日想要出去跟人家輸贏的時候 它是完全是可以讓你很有面子的 這強勁的動力 當然最頂規的就是Recharge的 Auterman T8 又給你一樣給你T8的強勁動力 然後又給你相對是更豪華的配備 所以這一次我覺得V60 它這個四個車型 可以說每一款都有賣點 那說真的你把規格 價格 然後動力系統這些東西把它攤開來看的話 它面對雙B的這個競品來說 真的都有相當高的競爭力 我真的沒有理由 覺得說你不應該選擇V64 一定要選擇它 對 而且聽到小鐘的分析 我想想要買這個價格帶的旅行車的朋友 應該這幾款車都有拿出來比較了 精打細算之後你會發現 好像真的每一款車就像小鐘說的 好在這個CP值上面 甚至於在住所的價格上面 又更加的有優勢 甚至於在日後的養車 你不是買的當下 你可能省了一筆錢對不對 你在日後的養車上面 也是要方方便願來考量的 包括了保修 以及我們在購車的優惠上面 VOLVO如果跟雙B來比的話 好像也是有這個競爭的優勢對不對 對 像如果說要購買這樣的 就是這種豪華旅行車 其實我們看定價大概就是都要拿到 兩百多萬到三百萬左右 之間的這個價格 就是這一筆錢 那其實我們如果說 去那個房間去巡價 問雙B的旅行車 新車價大概兩百四十萬起跳 可是大部分如果說你是要想要搭配 這個貸款購買的話 那通常雙B提供的貸款 大概就是車價的大概六成左右 這樣子扣一扣的話 等於說你的頭款差不多還要拿到 差不多一百萬左右的頭款 然後搭配他這個分期的話 其實每期大概都是要三萬塊以上的這個價格 那最近就是這個VOLVO 他有推出一個叫做五十九加一的這個分期的優惠 那為什麼叫五十九加一呢 就是說他其實是分成六十期 那可是最後一期大概就是這個貸款總數的大概一半左右 這個尾款 那我們以這個V60 Recharge Plus T8 AWD 這台車型來說 他的這個建議售價是二三九萬元 那其實搭配這個五九加一的這個分期優惠 我們只要拿出就是大概五十九點七萬元 就是五九七五零零的這個價格 頭款 對頭款 那其實這個頭款大概就是差不多購買一台這種小型 國產車的這個價格 所以如果說你之前你是本來開的車值 大概就是一百多萬的車 你把它賣掉就是二手價賣掉 其實也差不多這個價格 等於說你上一台車賣掉這個產值就可以 當成這台這個V60 T8 AWD的這個頭款 對那接下來的貸款金額呢 大概是在一百七十九萬元左右 其實他大概就是說這一台車的建議售價的 差不多百分之七十五 對就是差不多貸款這個車價的七成五左右 然後呢大概一到五十九期的這個分期的管項 是一萬九千元 然後到了這個最後第六十期呢 就是這個尾款大概是八十三萬元左右 那這樣購車好處呢 在於說我在買這台車的時候 我用這個低頭款 我就可以保留比較多手上的這個資金可以運用 對你要這個時候再拿去投資 你看到一支有潛力的股票再拿去投資都OK 對那接下來呢你每一個月的這個分期 不到兩萬塊 其實這個對於說買在車的這個車主來說 其實算是一個相當輕的負擔 對然後呢接下來你在這個第六十期的尾款 大概八十三萬元嘛 雖然你看八十三萬元好像 是一筆也算是不小的數目 可是呢我們要看一下 如果說你再去對照說 這個市場上大概四五年左右的這個Vovo的中股車 如果說你要在T8這個等級的話 其實二手價大概都有九十到一百萬元左右 等於說你在車V60 你到了這個地要付第六十期的時候 你要把它出清賣掉的話 這個車價然後扣掉這個這個尾款的話 其實你大概還有二十萬元左右的資金可以使用 你也可以當成說你是要購買下一台車的頭期款呢 或者說你有其他的用途 也都是相當好的 那其實除了V60以外呢 像就是V90 Cross Country 他也有類似的這個分析的優惠 購車的優惠方式 對那因為這台車呢 他的這個建議售價本來就比較貴嘛 三百三十多萬這樣子 所以他的這個頭期款 不過他的頭期款八十幾萬元的這個頭期款 相對來說 相對這個三百多萬車子來說 也是一個比較小的負擔 然後分期來說 大概每個月兩萬六千多塊 對 那也是等於說購買這台車也是 算是滿輕鬆就可以入手